各位大家好我今天要介紹一個產品叫做 EDID的控制器 在我們講EDID之前呢我們先跟大家解釋一下什麼叫做EDID 我們一般來說啊HDMI 有分成來源 跟接收 接收可能就是你的電視啊或者是視訊解取卡 來源啊可能就是你的什麼 Sony的播放器啊或者是什麼 MOD嗎或者有可能是你iPad 要打到電視上面iPad當來源這樣子 好我們的HDMI的來源 有可能是你的 電腦我們就假設是電腦好了 那這個電腦啊他可以輸出很多的 解析度嗎 他這邊有HDMI的輸出 他可以輸出很多的解析度比如說是 4K 1080P 720P 等等等都可以 那麼你這個顯示有可能是你要接到你的電視 我們先講以前的電視啊以前的電視沒有到4K就到1080P 所以他人就接收是1080P 或者是720P這樣子 好這時候啊你的這個電腦要連接你這台 舊款的電視是那個 2K的電視的時候他會不會把4K的畫面丟給 顯示器 是不可能的 因為他們有個機制 這個機制是 顯示器告訴在前面的電腦說 請你丟1080P或720P給我 所以這時候這個電腦 來源就是這個HDMI的來源 他就會丟這個 1080P或720P給他 至於啊到底是丟720P還是1080P 就看他們當初的那一個協定是怎麼樣 那個協定啊我們就稱為是EDID 顯示端也可以叫EDID這個東西 好 那麼 我們再換一下是比較新的電視好了 新的電視啊除了1080P之外 他還有多一個4K的功能 1080P 還有720P 等等等等 這時候你在連接的時候通常啊 他會告訴 前面的這個來源說哎我有4K 那他會先丟這個4K丟給他 這樣子他們就兩個就結合在一起了沒有問題啊 那我可不可以強制你前端的電腦 不要丟4K我只要丟1080P 我不要4K啦你可不可以丟1080P給他 是不可以的 因為 他們的EDID已經洗了就說全部都有了情況之下 他就丟4K 那麼這時候這個設備就起到一個作用了 這個設備啊 他叫做EDID的控制器 他這邊有一個 上上下下的那個按鈕 他會定義啊什麼上上上上可能就是那個 1080P 然後呢上上下就是一個4K 怎樣怎樣子的 就是定義在這上面的 這個按鈕上面 所以你要什麼解析度你就按下去 怎麼按 比如說我現在要1080P 我就全部按上 然後呢 HDMI的來源我就接這個 電腦 HDMI的輸出我就接這個顯示器 這時候 這台機器 他的EDID就告訴這個電腦說 哎 請你請你丟出1080P給我 啊這時候 這整個系統啊就都是1080P的 我們來講一下這個EDID啊 他並不是scaler 如果說這台的電腦他真的就沒有1080P 沒有1080P 這時候我告訴 用這個設備告訴他說請你丟 1080P過來 他是沒辦法丟的他只會找出一個最接近他的 可能就是720P或者是4K丟出來 他無法無中生有 他就只是一個選擇就是既有的裡面的解析度做一個選擇 等一下我就用那個電腦 直接連接螢幕 給你操作一下什麼叫做EDID 當我的電視啊 直接連接在電腦的HDMI輸出 你看他會發生什麼事情 他這邊是寫 3840乘2160 這邊 那我們可不可以控制他的HDMI輸出 答案是不可以的 你看哦 我按滑鼠 右鍵 選擇這邊 你會看到這邊算一個解析度 這邊有個1920乘1080 這個解析度是指這一個顯示器的解析度 我們要看的是這一個才是 你看他有分成兩個 內部的 跟這一個 剛才內部的這個是 1920乘1080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要看的是這一個這個是外部的 你看 3840乘2160 那可不可以控制 是無法控制的 我頂多只能控制他的分類而已 那我們今天要串上這一個東西 這叫做HDMI EDID控制器 將這個HDMI的來源 連接這一個 然後呢輸出呢就連接到這台顯示器電視 輸出嘛 輸入連接電腦 然後上電源 我現在調整成 上上上上是1080P的意思 你可以看一下這邊 這邊 是不是1080P 這邊1080P 好 然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選擇 這邊的第二個螢幕叫做HDMI 就是這一個東西 那看他的那個 解析度是多少 1080P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這一個 HDMI的EDID控制去控制 輸出的輸入來源的這個解析度是多少 通常啊我們要連接這個EDID控制器 是要連接這個 視訊的檢取卡 比如說這次視訊檢取卡他非常非常的古怪 他 如果是吃到1080P的這個訊號來源 如果是丟這個 1080P 丟出來的話 那他的視訊延期是非常非常的低 如果他丟出來的來源是4K的話 他的延遲是非常的高 那麼有時候我們的應用就是希望說 我我只要吃1080P去到現在因為我重點是要視訊延遲 我可不可以強制去控制說 這個 來源是丟4K1080P 針對某一些的視訊解析卡他是無法控制的 所以我就必須要 這個傢伙 EDID控制器 去控制說 他的來源到底是什麼 如果我真的要得到一個非常非常低的這個視訊延遲的話 我就 用這個東西 把這個開關全部調的上 表示說 這個前端告訴電腦說 請你丟1080P給我 得到了 這邊輸出也就丟1080P出來 這時候 這一台的這個 這台電腦就是要截取在 OBS上面的電腦 他就可以確定他得到的是這一個 1080P的 解析度 這時候確保說這個視訊延遲是最低的 這個東西就是一個強迫 前端的解析度是怎麼丟 的一個小工具 我們在這個電腦上面實際測試一下 如果 這個傢伙他遲到的是4K的話 他的 視訊延遲是非常非常的高 如果我們強制他輸出是1080P的話 他的視訊延遲是非常非常的低 我等一下就 將在電腦的HDMI 當成是視訊來源 分別比較說 連接這個EDID的控制器跟沒有接EDID控制器 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連接這個分配器就可以控制他的 輸出的解析度了 首先啊 先將他的 擷取卡連接到這台電腦 然後將視訊來源連接到這一支 擷取卡 我們來看一下說這支擷取卡 他到底獲得什麼解析度 我們從這邊電腦看出來 這邊 顯示這邊 然後你看到這邊 他雖然是寫1080P 是指這個螢幕是1080P 我們要看的是他的HDMI出來是多少 是要看這邊 進階設定這邊 3840x2160 所以啊他輸出真的是3840x2160 然後呢 我這邊 打開我的OPS 3840x2160沒有錯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的視訊延期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打開個碼表吧 比較這兩個數字的差異就對了 這個延遲大概是130ms左右 接下來啊我穿上這個HDMI EDID的這個控制器 強制讓這台電腦發射出1080P的訊號 將視訊來源啊 連接至這一個 EDID控制器的 這個是來源 輸 變成他輸出 輸出 來源要接給他 1080P就是上上上上 上上電源 好我們來確認一下他是不是真的丟出來是那個1080P這個有沒有看到這個 好他真的丟出來是這個1080P沒有錯的 好的我們實際撥一個碼表出來 這樣子 打開OBS 1080這邊 1080沒有錯 好我們來比較一下他們的視訊延遲到底是怎麼樣 這樣的視訊延遲啊大概是在 這個30到50左右 那這款 1DID控制器啊他是4K版本的所以就只有 1080P跟4K兩種選擇 通常我們的4K 我們會選的是4K30 那麼 也可以選4K60啊但是一般截取卡4K的截取卡就只能吃到4K30 所以在選擇的時候 就兩種選擇嘛一個就是1080P一個就是4K30 這個HDMI的分配器啊 就是可以強制你前端的視訊來丟什麼訊號 對於這種 很特殊的截取卡來說是一個非常有用的小工具